耶我是伊莉 欢迎又来到了伊莉泰 又来到了一个大家喜欢的主题 叫做Costco 我们最近又去了Costco 然后Buddy Costco都出了蛮多新品的 所以我们就找了一些 大概这几个月出的新品 然后一一开箱给大家看 第一个是低温烹饪鸭胸左成匠 他的这个外观的照片 其实非常吸引人 因为他就像一个高级的西餐鸭肉排的感觉 来咱们的令老板 我们来练一下这个英文是什么 Lin的英文小教室 Sauce Fido Dak Bad Eats Wats Orange Sauce 这是老邪生的龙虾浓汤 老邪生其实在Costco有卖很多汤品 然后这次的龙虾浓汤 是我最近看到又自想的玉米汤 然后这个是柳川柳牛棒 它是店主牛棒 它比较像前菜 对它蛮像日式前菜的 D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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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胃胃酱烧鸡腿面 先不管它好不好吃 光这个包装真的会让人家想买 然后它是八碗装 Roka高达黑胡椒巧达起司脆饼 两种口味 一个是高达起司脆饼 一个是黑胡椒巧达起司饼 最后一个Ritz的鲜奶油乳酪抹酱 它有三个口味 一个是烟熏鲑鱼口味 一个是酸奶油香葱口味 再来是法式洋葱口味 Roka高达黑胡椒巧达起司脆饼 有过四条 其实蛮多的耶 这个的话是高达起司脆饼 然后这个的话叫做黑胡椒巧达起司脆饼 一个是厚的一个是薄的 没有错 喔它起司味好重喔 那原味起司脆饼呢 它吃起来的口感有点像那种 蝴蝶脆饼的口感 但是它的味道的话是很重很重 然后偏咸的起司 可是我可以吃的很好吃 它很适合配酒 这个口味其实光闻就已经超重了 起司那个黑胡椒味 它口感吃起来是比较酥的那种 偏像千层酥 然后它上面那一层就是起司 跟黑胡椒的综合厅 黑胡椒本来味道比较没那么重 但是它的黑胡椒味很香 我觉得这两款饼干啊 配下午茶配牛奶 或者是配酒的时候吃的 因为它味道还蛮重的 但是属于耍脆的那种 它这个总价的话一整包是315块 我是可以接受啦 因为毕竟起司饼干这种好吃的 又是国外来的都会偏贵 只要好吃一切都好说 对 口味 买分5分的话给它3.5分 然后CP值的话 也是3.5分 推荐度4分 就是属于我觉得 买了不会累的东西 现在是第二款 这个是 荔枝鲜奶油乳乳抹酱粉 酸鲜奶油洋葱口味 烟熏鲑鱼 原来是法式洋葱口味的 好它这个有效时间是有180天的 一半年 但是它开封就要14天内把它吃完 那你今天全开 我们就是要在两周内把它全部剋掉 炸完之下这个酸奶香葱跟法式洋葱口味 这两个味道蛮像的 然后这个烟熏鲑鱼口味呢 它其实味道就是偏鲑鱼一点 感觉好高级喔 它这个乳酪味好重喔 偏酸因为它是酸鲜奶油 然后乳酪味很重 吃下去那个葱味就还好 还可以啦 但是没有我想象怎么好吃 法式洋葱口味 它上面有一些那个 洋葱的颗粒在 洋葱的碗盖鱼 那同样那个乳酪味也有 但是没那么重 但是它那个洋葱的味道很香很重 很像洋葱汤的感觉 那最后一个烟熏鲑鱼口味 它除了烟熏鲑鱼以外 它其实上面还有一点点 不知道是什么草的感觉 好赞喔 这是里面味道最重的 烟熏鲑鱼的很好吃 吃起来非常的棒 就是完完全全会把原本感觉很便宜的吐司 变成一个超级西餐式的面包 这个三个一组的话 卖价是225块 一盒是75块 小贵 但是就奶油抹酱来说的话 还算OK 口味上 我给它4.5分 我觉得是蛮高的标准 因为它每一个口味都蛮好吃的 CP值的话 3.5 偏贵一点点 毕竟它并不是一个单吃就可以吃得下去的东西 但是推荐度的话 我给它4.5分 嗯 蛮特别的 它真的是很特别 值得一推 而且会回购 那我们来介绍 不行 我觉得好渴喔 你怎么办 怎么办 我怎么都没有买喝的呢 Costco又推出一个新的 叫做 雀草无家糖纯拿铁 这个东西可能有些人很熟悉 因为雀草曾经在Costco卖了一款 粘合一版本的纯拿铁 造成非常多人喜爱 所以有人敲碗 说咖啡可以来一个没有加糖的版本呢 雀草办到了 推出了一个无加糖版本的纯拿铁 欢迎进位 哇 它总共里面有80包 这个是雀草咖啡纯拿铁二合一 百分之百是使用纽西兰的牛奶奶粉喔 没有添加奶精 其实我有时候会有点怕那种 二合一三合一吉隆咖啡 没有加糖的时候 它会有很重的苦味 但其实它这一款没有 因为喝起来是算顺口的 而且喝得出奶香的味道 虽然它没有出现咖啡的苦味 但其实咖啡香还是会有出来 我个人觉得还不错 据说它的热量相对于其他品牌是比较低的 其实对于我们这样子一天要一杯咖啡的人来说的话 我个人觉得蛮方便而且很适合 啊 发生什么事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变得好有精神喔 我的梦境吗 我刚刚是睡着了吗 怎么精神特别好啊现在 没关系我们现在来第三款 来张铺的第三款是我们的小菜 它有一天走在路上 然后就被汤走了 你看 暗死了 它没有告诉我怎么做耶 它是直接吃啊 它是直接吃啊 对啊 它是前菜啊 哦 所以它不会被端走 卖相很不好耶 但我觉得一般人看到不会特别想要买它耶 试试看 你确定是它这样直接单吃吗 对啊 不得了喔 好吃ですね そうですね 好吃ですね 好吃です 嗨 そうです 这款可以买耶 而且不会很咸耶 它就是那种日本料理店 你在点餐之后 它就会送上来一盆小菜 的那个小菜 然后就会被端走 没有 它被端走 它这扭棒厚厚的但是它很脆 然后呢它还有佐料是有点细细的辣椒丝 跟一些白芝麻做底 腌制的味道是偏甜的 而且是从冰箱刚拿出来冰冰凉凉凉凉 其实吃起来非常好吃 打开来的时候其实它那个牛棒味很重 但是你在吃下去的时候 因为它那个每个牛棒它静置在那个 字物里面的那个汁啊 已经吸收得很完全 所以吃下去反而没有那么重的牛棒的味道 唯一缺点我觉得它要配喝的 就是它吃了几口以后就觉得要配个东西这样 像是雀巢纯拿铁也是蛮不错的 口味上我给它4.5分 已经算是我蛮高的标准了 了 再来是CP值的部分 它两合195块 然后分量又有很多情况下 我觉得CP值非常的高 推荐度 吃完它如果还没吃腻的话 我应该会回购 所以说我的平分是4分 咱们吃一吃就来喝个汤好了 结果的话是老先生做的龙虾浓汤 我觉得它里面只要有龙虾块就够了 看得到 看得到就好了 这个的价格的话是 Oh my god 499块 所以如果 我倒没有在看价钱喔 两包装 哎呦 250块的汤耶一包 就跟那微波食品一样 你就稍微的开一个洞 然后就微波 你这样放会倒出来吧 你为什么不干脆直接倒出来 喔好像也对 它之所以说 直接带子下去微波 是因为它在还没微波之前 都是比较属于这种泥状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微波后 再拿来倒 你刚刚说要把它直接倒成一个 因为你开动啊 因为它就是要开动啊 我们要把每一分都榨干 我的衣服 我的新衣服 我换了一件被喷也看不出来的衣服 它倒出来那个虾味很重耶 超虾的 一块 一块 两块 两块 三小块 四块 好少喔不行耶 三块半三块半 剩下的可能变成精华 已经融入在里面了好不好 嗯它闻起来有那种奶油的味道 它闻起来虾味蛮重的喝下去味道还好 闻起来奶油味很重的喝下去味道还好 它就有点海鲜汤的感觉 但是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的浓郁 我们有请虾蟹大师帮我喝喝看 味道不是我喜欢的 诶 龙虾也没足以好 你有吃到渴喔 对啊 哇 哇 是龙虾没错 但是那个汤的味道整个盖过它龙虾的鲜甜了 你不能说它类似番茄汤或海鲜汤没有 它就是一个浓稠的一个产物 它其实它不会到难喝 但是就是 就像那你说的就是有些补品 你不会觉得它是好喝 但是就是喝得出来的话 它很多料在里面这样 口味1.5 CP值 0.5 不行啦它到两包半碗 然后才是就要499耶 两包499耶 这么贵我都可以买牛排了咧 不推 没有所谓的推荐度 你要干嘛 我要压压精 这是第五款 低温烹饪压胸佐成酱 哦我嘴巴里都是虾味 我赶快拿无糖的 拿铁来压压精 这是压胸 然后它里面是有两块 那既然这样它要烹煮的话 我把另外最后一个也一起拿来 这是我最期待又最怕受伤害的东西 真喂喂 这样烧鸡腿面 内有 真鸡腿整只 然后总共是 8盒 好打开看看 蛤 我已经被以为它是那种 煮面耶 对啊 总共有8盒泡面 479算480好了 然后8盒的话860 8盒1盒60块 这样60块 它里面 一直要强调内有蒸鸡腿耶 打开 竟然是 小的棒棒腿 天呐这个麦像感觉好糟糕喔 它这个泡面打开的话 就是下面是正常的面体 泡面鸡 然后再来一个蒸扣包装的 奇妙形状鸡腿 再来油包跟调味粉包 下去吧鸡腿 哇 看起来还是有震撼效果啦 它就是微微排骨鸡汤面的那个汤的味道 然后再加一点葱花跟胡椒的味道 这泡面 我来尝尝它的鸡腿 它有没有皮耶 哦 长得是鸡腿 吃起来像很柴的鸡肉 吃起来味道跟肉酸一样 它应该有烘干处理 嗯 所以才会这样子可以放那么久 当然啊 不然怎么会变方便 这样鸡腿那个肉汁味道不见啊 这款酱烧鸡腿面呢 你可以想像它是排骨鸡汤面 加了一块干掉的鸡腿肉 不仅没爽度还会让人家不爽啊 这个肉感 口味就像我刚刚讲的 泡面跟汤浦浦鸡肉不行 两颗星巴 CP值都怕一碗六十 不吞 两颗星巴 推荐度 我觉得大家可能没办法吃完八包 吃一包长鲜可以 两颗星巴 我把最后的希望跟期待 放在那个鸭胸了 哇 这是最后一道了 看起来很有一回事 真的 闻起来橙汁橙酱的味道非常重 我刚刚在切的时候它的皮是脆脆的 有爽吗 咬蛋好不好 放弃了 它皮是嚼劲的那种 但肉质不错 这个其实调理上我觉得需要一点点小技巧 嗯 虽然不难 但是要呈现它好吃的需要有点经验 平常我在吃那种西餐或什么的时候 我基本上应该不会点到鸭胸 大概生平吃过的鸭胸大概不到三次吧 但是因为它有用那个橙酱去做佐料 那就是甜甜的 然后会中和一下那个鸭本来的血腥味 刚刚看起来它不大块 其实你现在吃起来它是非常有分量跟饱足感 所以就口味上的话 就是中规中矩 我给它三分 CP值的话它是 两个鸭胸加橙酱是345块 嗯 至少比龙虾汤值得 因为刚刚有龙虾汤 所以我项目之下我觉得这个好像没那么贵 毕竟它的肉很大块 所以一块大概170块喔 我给它2.5分 就推荐度而言的话 你如果想要吃一个平价的鸭胸的话 你可以考虑看看 我觉得它肉质还算OK 所以我给它3分 嗯 但是我不会回购啊 第三届 只要拍摄Costco 就会有人看的影片评比 倒数第二名 真胃胃酱烧鸡腿面 简单来说 鸡腿是老鼠屎 汤跟面可以吃 但是它的重点是鸡腿 所以我觉得雷最推的第二名 这两个好有欲喔 第一名跟第二名 分数是非常些微 非常的接近 在我脑中 多人混战的讨论之下 第二名是 电阻牛棒 我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它分量很多 然后虽然吃一口很开心 但如果你只有一到两个人吃的话 它久了会非常的腻 真的 它跟第一名相差的非常的些微 大概0.5分的差距而已 最推冠军是它 就是荔枝鲜奶油乳酪母酱 它有三个口味 因为就是它有三个口味 然后每个口味的味道都非常的好 我就觉得它的用途蛮广的 而且吃起来有三种口味不会腻 除了它保存期间 少人吃的话 有一点短以外 剩下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 做使用的一个配料 若卡高达黑胡椒巧达起司脆皮 P3米 这个可以推推快 大家可以吃 这是零食不错吃 再来第四名的话 是这个 低温烹饪鸭胸佐成酱 建议是有点烹饪技巧的人 再来 大家就知道最后一名是什么了吧 我就不讲牌子了 龙虾浓汤 希望有勇士吃完 告诉我有感想说你喜欢 我想找寻喜欢他的人 干嘛你要骂他是不是 不是不是我想要知道 是不是我可能是贫民嘴 因为1它实在太贵 499两包 一包250要坑钱才是怎样 它一碗之后这样半碗不到 不到200ml是要人家吃什么 重点是它又不好喝 最后我要来颁发一个 特别的奖项 叫做荣誉贡献奖 得奖的是 雀茶咖啡唇拿铁二合一 它是无家庭的版本 大家可以去喝喝看 现在已经可以在Costco买到咯 虽然它不在我们的评品里面 但是它其实喝起来也是好喝的 然后它也是Costco的新品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买买看喝喝看哦 收一收 你这个还要吗 太行啊 不必要 不不不不不 ām否 会见到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